这个被称为电影时代教父的人 演戏不被台词 差点逼疯导演 却照样拿奥斯卡影帝 他风流成性 费文丽杰奎林为他痴迷 摩纳哥王妃与他翻云覆影 几乎整个好莱坞 都是他的后宫 曾有六个情妇被他自杀 私生子高达十五名 关注刚刚 经就和大伙聊聊 这位荧幕上光芒万丈 现实中臭名昭著的天才演员 马龙白兰度 1944年马龙白兰度 登上百老会的舞台 年轻帅气的他 很快就获得了一种女演员的喜爱 据说每次演出结束之后 后台都会有七八个女孩在等他 而白兰度就会将他们上下打量一份 然后挑选一个带回去 共度粮消 在电影《欲望号》接车上映以后 白龙度名声大噪 好莱坞里也开始流传起一个说法 说他的私生子一个个的出生 情人一个接一个的为他自杀 而他的床上一页又一页的唤星人 有男人也有女人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还与美国前总统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有过两次一夜情 1994年 白兰度写了本回忆录《妈妈教我的歌》 他在书中提到 1964年 他与肯尼迪夫人发生过两个充满激情的性关系 并坚称自己是被诱惑的那位 但他却相当不讲武德 竟然在书中表示 杰奎琳的臀部和男人差不多 整个骨架也很硬 不过这不是白兰度做的第一件荒唐事 他不仅与费文利夫妇俩都发生过关系 还曾与摩纳哥王妃翻云覆雨 甚至他的好基友去世后 他还在葬礼上跟基友的一双强骨灰 并将他带回了家更离谱的事 白兰度与著名隐心 玛丽莲梦露似乎有过一段婚姻 据导演伊利亚卡赞透露 在拍摄萨巴达万岁时 白兰度和梦露偷偷逃出片场 并在德克萨斯周边的一个小镇上结婚了 尽管注册的不是真名 但他俩还是获得了婚姻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 梦露是白兰度的妻子 事实上白兰度有过三次真实的婚姻 但都不适合梦露 她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伪印度裔母 安娜卡是非 但这段婚姻仅仅只维持了两年 二人就离婚了 其中原因是白兰度婚后仍在四处留情 还被妻子抓了个正着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 二人离婚是因为白兰度得知 安娜并不是真正的印度裔 所以十分生气才离了婚 年轻时的马龙白兰度 但白兰度只顾着自己风流快活 从不管孩子的教育 离婚后始终拒绝儿子 与前妻见面 导致克里斯蒂安心里出现了问题 1990年 克里斯蒂安枪杀了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切娜的男友 被指控一级谋杀罪 遭受了六年牢狱之灾 而亲眼看见哥哥杀害男友的切娜 在生下男友的孩子后 选择了自杀 白兰度的前妻安娜表示 她是一个魔鬼 毁了孩子们的一生 但可笑的是 她对此并没有反省 还在到处留情 据说她不仅与自个的庸人 发生了关系 还和她同居多年 生育了三个子女 到最后白兰度表示 孩子不是她 她拒绝支付抚养费 女佣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将她告上了法庭 白兰度赔付了一大笔钱 这事才算完 而白兰度的荒唐 远远不止于此 她肆意的态度 也被带到了工作中 在拍摄判见蝶剂计时 她四次要求修改剧本 拖延了两个月 才到达拍摄地点 不仅如此 白兰度还凭着自己的喜好 来更换演员 直接把导演给气跑 在拍摄时 她根本不听导演说话 还往自己的耳朵里塞棉花 也不管其他演员 直到影片杀青 白兰度看了初剪的片子后 竟要求重拍 结尾把导演气得差点崩溃 而这部盼见点水计耗资惊人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这部戏准备了一年 拍摄的11个月内 有三名工作人员死亡 资金消耗了相当于今天的1亿 1700万美元 就连当时的总统肯尼迪都开始打 这剧组到底出了什么事 而在这期间 白兰度还做出了更加离谱的行为 她将所有工作人员 叫到了一个小岛 只为了装饰一个朋友的婚礼 之后她为了举办一个宴会 甚至要求剧组用飞机运送香槟 她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极其敷衍 经常饮酒到深夜 第二天拍戏时迟到几个小时 这部戏最终以惨败收场 也让白兰度的名声一落千丈 关于她的非议扑面而来 她被各大公司封杀 被媒体反复曝光丑闻恶行 那些被她欺负过的人 都表示大快人心 然后花样嘲讽她 据导演伊丽亚卡赞成 她在知道白兰度拍戏时 说到一半 这人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真烦 然后就走掉了 许多导演都说 白兰度从不被台词 很多台词都是打出来 贴在对方演员脸上 她对着念就好了 这也让导演圈里流行了一句话 做导演不仅要忍受恶劣的环境 还要忍受内战和白兰度 做天做地的马龙白兰度 终于等来了报应 她无戏可拍了 这时她着急了 开始为自己的荒淫无度找理由 最好的理由就是悲惨的原生家庭 1924年马龙白兰度 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父亲酗酒成性 喝酒后就会开始打人 甚至还经常跑出去找乐子 母亲也是个酒鬼 还喜欢抽烟飙车 另类的不像那个时代的女性 15岁那年 白兰度再次看见父亲 欧达姆 她终于忍无可忍 提着刀走到父亲面前 再打母亲就杀了她 这幅狠厉的样子 让父亲怕 便将白兰度送到了军事学校 但军事学校太严厉 白兰度待不下去 只能选择辍学去混迹社会 后来阴差阳错 成了演员一炮二红 但这也开启了 她充满无数争议的未来 1954年马龙白兰度 凭借着马头锋 成功获得第27届 奥斯卡金像 最佳男主角奖 之后 她靠着在教父中的出色演出 接连掌获了多项影帝 但她的任性 傲慢毁了她引以为傲的演技 为了寻欢作乐 她欠下巨额外债 最后又不得不借 大量的烂片来还债 名声从此跌入谷底 晚年的白兰度 患上了糖尿病 体重高达190多公斤 出入只能依靠轮椅 她的身边空无一人 没有人愿意照顾她 只有她独自一人 前往医院看病 2004年7月 马龙白兰度离开人世 她的死让前妻拍手称快 让各位大导演如是重负 不可否认的是 白兰度给好莱坞的电影史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是如今许多明星所追求的 25岁一战成名 成为家喻户晓的影坛巨星 30岁就斩获了奥斯卡影帝 但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幸 却伴随了她的一生 这让她不懂得如何去尊重 爱护自己的妻子 白兰度的传奇经历 最终也没能给她带来好的结局 甚至让无数人不齿 觉得她风流任性不负责任 对此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看过白兰度的电影吗 你们如何看待她 这传奇的一生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刚哥 关注我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